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的修行能够挑出毛病 就代表你的修行是有问题的 你做早晚课的时候都没有感觉自己在修行吗 如果有 那没有做早晚课的时候呢 假如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早晚课合起来两个小时 你一天修行两个小时 其他二十二个小时都没有修行 那你是要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呢 你说上班的时候就专心上班 下班的时候该做家事就做家事 做完家事有空的时候该看佛经 该用功的时候就用功 但是专心上班代表你的心是平静的吗 你有可能很专心上班 但你是一个极恶如仇的人 你都按照法规公文来 所以该抗议的时候就抗议 该提出的时候就提出 或者你们很专心上班 但有时候被气得要死 心情起起伏伏 这样能叫修行吗 二十四小时才叫修行 自从你学佛法之后 你有每天很平静吗 我们先讲事项的东西 没有错 你虽然早晚课觉得你在用功 但做完早晚课之后 你还有很多烦恼的事情 琐碎的事情 当然 你早晚课还是应该做 这叫事项 即你在做什么 该做的事情 应当做的事情 正当的事情 适合做的事情 你应该去做 所以 在家有两堂功课 出家有五堂功课 虽然 并非在做早晚课的时候 看经书的时候 念佛的时候 才是修行 你刚开始不明白道理 你要先做好这些事项 但你做一段时间 你会觉察到 你有瓶颈 你进步不了 比如 你去拜颤的时候 只要法师唱诵 比较扣人心弦 你就会边拜边哭 往昔所造诸恶业 拜完 哭完了 出去之后 你就会继续造业 继续贪嗔痴 你骗自己 要骗到什么时候 你是在拜颤 还是做三温暖呢 拜颤的目的 只是叫你到那边哭一哭就好的吗 这 就是你的瓶颈 我并非叫你不要去拜颤 而是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若没有办法领悟到道理 你就没有办法改变 你的贪嗔痴 就依旧会坏 刚开始 你可以这样 但是你做了一段的时间 比如半年 一年之后 你就要觉醒到你出了什么问题 不是那个事情不对 而是我虽然在做那个事情 但是 我为什么没有办法真正忏悔呢 你们到佛堂 或在自驾的佛堂 每天拿一柱香 或三柱香礼拜三 礼佛三拜的时候 你每次拜 有诚心诚意吗 很多人在拜佛的时候 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诚心诚意 他自己知道 因为他没有办法骗自己的心 你不一定每次都要诚心诚意 但是你到了别人的佛堂 就一定要拜 拜久了之后 就变成一种形式 礼节 也就是说 到别人的佛堂 不这样拜 人家会觉得很奇怪 既然不诚心诚意 你干嘛拜佛呢 你应该要看到 你自己在做什么 你虽然在做这件事情 但是你的心 跟这个事情并不搭配 融合 你也不是真正是这样的人 但是 你碍于一些风俗 礼节 或不做觉得很奇怪 所以 你才去做这个事情 你应该好好的看自己 修行 不可以骗自己 面对自己 你就不会骗自己 你就能看到你的问题 文后思维 你能够从你所做的事情中 悟到道理吗 心平 何老耻戒 行旨 何用修缠 感恩六族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